一 二 乔迪·艾文斯一直很活跃 他喜欢健身和运动 包括跳舞 舞蹈是一种运动 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项体育运动 因为它不是奥运项目 这会让你的心脏一直跳动 这需要大量的能量 也需要吃的健康来保持活力 乔迪·艾文斯的生活方式 和对体育项目的参与 是他在九岁时就被选拔担任 健康一带联盟的青年顾问委员会成员 他们都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发声 他们跟学校董事会谈论 改变学校在食堂提供的食品 他们计划建设学校花园 他们跟州议员谈论可以通过的新政策 而且更重要的是 会员与他们的同龄人都在谈论健康的饮食选择 这对改变目前令人担忧的肥胖问题至关重要 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超重或肥胖 一些研究表明这可能是第一代寿命超不过他们父母的一代 乔迪温柔友好的态度是他的朋友都听他的 他告诉我你的身体是你的圣点 你通过适当正确的饮食照顾你的圣点 适当运动不要过于疲劳 虽然他在董事会的任期今年结束 乔迪说他会一直保持活跃 并对他学校的朋友 邻里和其他地方传播信息 美国精英 二人马斯利 马里兰州报道